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阿方老师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做一个厉害的葱油鸡 而且加了藜麦 对 还有鸡胸肉 鸡腿肉 在家里面怎么做在一起做一个葱油鸡 那可以看到我们在家其实这段时间 大家妈妈应该做饭的功力都有增加 那其实葱油鸡很方便 像我今天就放一点姜 然后铺一点葱 鸡肉 鸡腿你可以用去骨的 然后可以用鸡胸肉 在家里面就把它码一点点的盐巴 少许的这个胡椒粉 好 像我现在鸡胸我可以放在这上面 鸡腿放在这里 然后再把这个酒 两米杯半杯的份量这样子下来 它等会出来的那个鸡汤就会很甜 对 然后呢 我今天呢就放了另外一个最近算红 只是妈妈都不知道该怎么煮它 永远都是跟饭搭在一起 这是梨脉红梨这一类的 那我把它洗干净了 好 就是放在洗的方式 就放在那个碗里面加水 然后拿那个筷子 把它挑一挑 然后那个过滤网滤一次 再放下去 放一点水打平 稍微泡一下 然后泡一下之后 你就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子 是这样子啊 对 如果在家里面 你等于要一起装它 我就装 如果妈妈在家里面用的是电锅 那你就把这一个碗先放电锅里面 上面摆一个架子 上面再放鸡腿 可是我们今天我就现场是 这样子用的是方便的锅子来蒸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盖起来 就这样中火来蒸 基本上蒸个15分钟左右 就可以蒸熟 然后它就会产生熟的鸡腿 蒸熟的梨脉饭 然后还有那个鸡汤腿里面 会有带有咸味的鸡汁 今天就在这里了 好 那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来看看 鸡腿的腿肉你把它拆了 放凉了之后我就把皮给撕了 我会让它放到凉 为什么 因为放到凉 那个鸡肉还会吸 它刚刚我们蒸出来的那个汤汁 然后比较表面会有带一点点的油脂 就被我拿出来了 好 对不对 然后上面会有一碗的梨脉饭 对 就被蒸熟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巧妙的变变变 我今天就要把它变成这个梨脉的沙拉 那在这里呢 梨脉的那个口感 我就把刚刚呢 我们鸡腿没有吃 没有吃完的鸡汤 鸡油就放在这里面 好 然后呢自己我们可以再加加一点点的胡椒粉 好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那个味道 就是要有一点点的味道 好 一点点的盐巴 因为那鸡腿也有咸味 好 然后呢这样放进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空空的梨脉 梨脉放进来把鸡油 我还以为你会先大碗冲下去做葱油 没有 然后呢这个是我用红梨 我们国产的红梨 一模一样的做 只是它是品种是红梨 对 然后这样颜色很暗沉 就不够明确 你让它挂上鸡油鸡汁 对 它就把我的鸡油鸡汁 全部吸得一干二净 对 煮熟的毛豆仁 好 放上来一半 你就发现 哎哟 丰富了 这样子就很有口感 对 然后很有那个豆仁的香味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把它铺底 这是我的葱油鸡的打底 对 它确实有葱油鸡的香味 对 然后到时候配这个生菜叶 你其实这样就可以 像虾松一样 虾松一样配 好 可是呢 完了我的鸡腿肉怎么办 你们可以看到 我准备了还蛮大量的膳食纤维的青葱 洗干净 晾干 切成葱花之后 我还会像这样的一个碗 就放在冰箱 稍微冰个十分钟 它的葱会退掉所有的水分 然后比较脆口 比较不辛辣 而且比较干 对 但是它毕竟还是生的葱 所以我们现在又要来偷天换日一下 我就把那个比较多余切下来的葱尾巴 跟那个姜 就放在锅子里面用油去炒 炒到那个葱的颜色比较深 然后就连这个油 那这个油就会是很香的 葱油 葱油 就把这些葱油 青葱 老葱油 老葱油 然后拌上新的葱 对 但是这个新鲜的要干爽 干爽 它就不会有那个黏液 而且它挂那个油 就会挂得很碎 对 然后所以你就会有青葱的脆跟甜 会有老葱油的那个熟成的香味 然后再来就把我们的这个鸡腿鸡肉 刚刚蒸熟的这个鸡腿鸡肉 把它放进来 你这个真的也是夏天的凉菜小菜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今天是做了两个 就是蒸一碗梨麦饭 然后蒸了一个鸡腿肉 然后我做成了一盒葱油鸡沙拉 然后蒸了一盒这个蔬食的这个 毛豆的梨麦沙拉 然后我现在又把它们两个凑在一起 再拼一个那个生菜叶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像阿芭老师就是做这样子料理的变化 真的是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是非常的清爽啊 这个梨麦是我们在门诊中 常常推荐给病患的食物 因为它含丰富的维他命E 像我们有些肝脏有脂肪肝的病人 特别适合吃这个梨麦 这配合上我们的这个葱油鸡啊 非常的爽口 两个真的是相当的搭配 然后就不知不觉 可以吃了很多很多份了 我们在讲说 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小病症的时候呢 常常有时候在一个小小的症状 我们有时候会意想不到 他后来可能隐藏的疾病 来分享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中年的女性病患 大概不到40岁30多岁 他的职业是一个老师 平常在上课的时候常常常讲话 然后对着黑板上课 我们下课程中在哪儿 你们下课程中在这儿 我